市长维加贤14号晚间前往中山地下道 关心清洁队员执行清洗维护工作情形 他也提醒队员们在工作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 市长表示每到农历新年前夕 施工所都会派员把市区包括了地下道等路段 还有公共设施及艺术装置清洗干净 让市民和游客有除旧迎新的氛围 14号晚上10点钟 清洁队员把中山地下道两单出入口封闭 现场放置三角椎路障还有警示标志 提醒右路人转道让清洗作业可以顺利完成 市长维加贤表示 农历春节前针对市区各重要路段进行碎修和清洗 希望可以提供给民众和游客明亮的行车空间 还有整洁的市场环境 而中山地下道在今年度也会进行重新粉刷作业 在过年的前夕我们重大的几个路口 都在做相关的一个整理跟清洁的部分 尤其是路面的一些装置艺术 那今天1月14日我们来做中山地下道的一个整个环境清洁跟维护 那我们希望经由清洁维护之后 那让市区的一个用路人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一个道路之外 也可以让中山地下道过去比较脏的地方来做相关的清洁 那我们预计也在今年要做中山地下道的一个油漆的一个整理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整理完以后也能够干净明亮清洁 那也希望影响到用路人的部分请大家多多担待 我们会在1月14号到1月15号的凌晨最快的速度把它做一个相关的清洁完毕 中山地下道清洗作业从14号晚间10点开始要赶在15号早上6点前完成 清洁队员将彻夜不休加紧赶工 我们今天的中山地下道清洗作业是从晚上10点到凌晨6点 在这段时间我们会把中山地下道的墙面地面以及水沟做一个清洗 那我们今天出动的人力有27人9部车 现在已经进入国家清洁周期间 事工所也预期民众展开居家和社区环境的大扫除工作 共同来营造整洁亮丽的花莲市容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